专案小组全副武装进行攻坚 攻坚的地点却是一间宫庙 原来台北市警察局 近年2月在执行巡逻勤务时 逮捕到诈骗集团车手机 收水两名嫌犯 因此与刑事警察局等单位 共组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最后发现张款流向 新北市三重区一处宫庙 经过多日收正 三四月分别发动两波查骑搜索 逮捕到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祖贤等11人 并起出现金刀谢还有毒品ketamine 本大队于军联追查北部地区取款车手 提领之诈骑张款流向 锁定新北三重区一处公庙 为诈骑水堂据点 案件专案小组收正完毕 分别于今年三至四月份 发动两波查骑行动 查破幕后具有邦派背景的张姓祖贤等11人 刀案并查后现金新台币251万余元 折叠刀电极棒点钞机毒品ketamine等证物 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移送台北地区处侦办 刑事局进一步说明这个诈骗集团如何透过假投资 划数诈骗被害人 同时借层层转手制造断点移转账款引力不乏所得 境外的诈骗机房 以假冒买家银行客服等话数来诈骗被害人 被害人招诈骗后 汇款到人口账户 由取管车手引领账款 然后层层移转账款制造断点 然后再汇集账款给理性损防成员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其中有7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再次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又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诈骗集团常以低成本高报酬 稳赚不赔等话数诃骗被害人 回民众提高警觉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向警方求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